古时候 巫师或者宗教教徒做法事 总要营造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 于是 他们就把画有神灵的条幅挂在周围 起一种镇邪扶正的作用 这些条幅 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庙文 庙文 大家知道 唐卡它也是一种宗教色彩的题材 实际上 我个人理解 妙话是我们汉族人的一种唐卡 唐卡是西藏人的妙话 应该这么讲 为什么呢 实际上 实际上它们的内容 题材极为相似 用途 基本上 大体都一样 都是为了 迎合这么一种 宗教色彩的气氛 像我收藏的一系列庙话当中 像这幅庙画 它就反映了中国典型的神话故事 展龙台 所以说它是一幅佛教庙画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从这幅庙画当中可以看出 佛教跟中原文化的一种融合过程 像这幅画 它采用的也是仲裁功底 它的画法是相当细腻的 你像这个石垫炎君 它的颜料 是用当时的矿物质所绘制 像红色 它一般是用朱砂 像这个蓝色 它一根是用石墨之类的矿物质 绘制出来的 所以说保存这么多年 它颜色一样的鲜艳 像庙画它也有优劣之分 像一张好的庙画 它的画功是否精细 它的题材是否有代表性 它的色彩是否鲜艳 它的整个画面是否完整 都是判断出衣服好的妙化 是否价值高低的主要指标 这是一套我收藏多年的 清代中期的年螺石墊图 它的珍贵之处在于 它除了有传统的道教内容 上面它又隐约出现了一些佛教的文明 这个也可以充分地证明 它佛道在逐步融合的一种过程 而出现了会派艺术力 它的品项保存还是比较完好 数量整齐齐全 能够有如此品项和齿福的完整 这样一套妙画 是很难得的 石垫严君图 在中国民间广为流行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从十殿严君图中 可以明显看出对于善恶的区别 和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 这些思想观念 是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紧密相连的 在十殿严君图中 违背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人 要受到惩罚 在传统伦理道德方面 做得好的人会受到表彰 作为民间神灵崇拜表现形式之一的 十殿严君图 他所主张的成恶扬善思想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